在《新约圣经》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说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纯洁的 后是和平的 和蔼的 柔顺的 满有怜悯和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这里说到了从上头来的智慧 从雅各书第三章整段经文来看 主要是和人的说话有关 在《圣经》当中 许多地方都说到 人的说话有关 人若能限制舌头不乱说话 就是得着智慧的路 但要怎样能做到呢 雅各书这里强调 让从上头来的智慧帮助我们勒住舌头 这就让我想到 有一位牧师就用生活的实力 来说明这节经文 有一次 他和太太起了摩擦 在争执的时候 正好被念幼儿园的女儿看见了 他马上说 我要告诉老师了 父母一下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然后 女儿又对爸妈说 事情又没有怎么样 你们两个都在生气 明天老师就知道了 我去上学就告诉他 他会叫你们不可以这样说话 这下父母都傻眼了 夫妻吵架 怎么好让女儿向老师爆料呢 但是也不好责备女儿 于是虽然心中还有气 可真的也不敢再吵了 等到各自冷静下来 倒也觉得实在是自己小题大做 而女儿拿老师来提醒父母 还真是高招啊 以后夫妻俩又有什么不愉快的时候 不只再也不敢在女儿面前斗嘴 也总会有一方先说 别太凶我啦 小心你女儿会告诉老师哦 紧绷的气氛马上和缓下来 伤人的话也就说不太出口了 这名牧师后来说 女儿虽然小 力气和智慧比不过大人 但最厉害的招数就是 报告老师 大人就得受警示 这也让他想到 人的舌头自己难以控制 但是我们可以向神求智慧 让自己的话语 由神来检查和掌权 这就必然帮助我们 免了许多造成遗憾的机会 这牧师的说法 你觉得是不是有道理呢 我是您的主持人张静 很高兴您收听爱说两分钟 欢迎您将您的感想或分享 在底下留言 十分期待您的回应哦 或是如果您愿意的话 也可以透过email告诉我们 email是 52mtalkatgmail.com 52mtalkatgmail.com 谢谢您 愿神赐福您 请不吝点赞福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